崇祯 秦政的王国军 作者 陈吴彤 播讲 夏秋年 第六章 旅扑不灭的奇异烈火 第一节 角于府的两难抉择 第一 红城筹建山西成为奇异军活动的重心 决定精选官兵3500名 由临桃总兵曹文赵率领 入境配合山西官兵进行围剿 崇祯六年 1633年正月 明司宗批准他的请求 命曹文赵截至秦进诸将 与山西总兵张应昌协谋争角 曹文赵率领陕西精锐官军入境后 加紧对山西农民军的围追堵截 农民军采取避时就须的策略 攻打官军防御薄弱的地区 为此 明廷又不得不增派追角镇压的兵力 崇祯六年 1633年正月 山西农民军越过太行山 向东进入基辅 出现在顺德 金河北邢台和真定 金河北正定梁府境内 为了阻止农民起义军进入激南的平原地区 明廷急调通州兵 昌平兵 会同保定总兵梁府部 配合大明兵备到卢向生加角 此后 明廷命左梁玉专角玉北起义军 因他手下只有两千余名昌平兵 事故利弱 又于崇祯六年三月 命四川副总兵邓起和石柱土司马凤仪带兵复员 到当年下 因激南玉北农民军活动频繁 翻封于卫辉的陆王朱长芳上书告急 劝皇上早行剿灭 无倾施贼 明司宗又进一步发兵玉北 一支是由昌平副总兵汤九州率领的昌平兵 另一支是由总兵尼宠王朴率领的禁军精营兵 随着官军不断向山西 玉北 激南聚集 这一带的战斗也越来越激烈 其初 农民军利用各地都府彼此推诿 以临为贺的种种劣行 发挥流动作战的优越性 避开敌人的重兵 在近际域的接近地区不断转移 取得了不少战果 但是 从总体上看 这时山西 玉北 激南的农民军与官军相比 还是处于劣势 农民军利剑不支 吃了不少败仗 崇祯六年 1633年5月 农民军的盟主紫金梁王自用 在几元的战斗中受伤后病死 其部众转归闯将李自成 却无人能接替他发挥协调各支起义军的作用 此后 农民军各自为伍 十分适合 处境更加困难 当年冬天 十几万农民军已被挤压到 黄河以北 河南 张德 卫辉 淮庆三府的狭小地带 粮食的取己也十分困难 此时 集中于山西 河南 陕西三省交界地区 参与围剿的官军总数达三万以上 农民军的处境极其险恶 面临着被围歼的危险 但是 明思宗此前的一个决策错误 却为农民军的转危为安提供了契机 原先曹文照奉命由陕西入境 明思宗只授予他截至陕进诸将之权 而没有截至河南诸将的权力 更没有空域山西 河南巡抚和宣大总督之大权 无法起到统一山西 玉北和激南军事指挥大权的作用 山西巡抚徐鼎晨 宣大总督张宗恒 与河南巡抚樊尚玉便个人自扫门前雪 不管他人瓦上霜 甚至以临为贺 将自己境内的农民军驱赶到境外乡邻的地区 崇祯六年 1633年4月 农民军西路从徽县攻打清华镇 在今河南交作难 游击月孝中占没 东路与游击陶西迁占于武安 陶翼拜没 兵部指责这是河南当局不色太行之险 依贼使入的罪过 河南巡抚樊尚玉因此被撤职查办 其实 农民军之所以大量进入河南 是山西当局有意驱赶他们越过太行山 以临为贺的结果 鉴于这种状况 河南乡绅于荡月尚书朝廷 建议由陕西三边总督红城筹提督山西河南两省军务 以统一军事指挥大权 兵部同意这个主张 并议决将红城筹一驻同关 以截至陕禁域三省军事 兼致禁域二省巡抚及曹文照 邓起 张应昌三总兵 明思宗考虑到陕西三边长城以北的形势也不乐观 不想分散红城筹对三边重镇的注意力 更主要是担心陈下的权力过于集中 不好驾驭 因此便以搅贼辅振专责别社总督反资猥亵为借口 坚决否定了河南乡绅的建议和兵部的议决 而于五月间 命太监陈大金 严思印 谢文举 孙茂林 分别监视曹文照 张应昌 左梁玉 邓起之军 接着 派尼宠王普帅经营兵出征 又命太监杨晋朝 鲁九德监军 但是 这些监军太监根本不懂军事 他们口弦添宠 世事凌人 指手画脚 与武臣多索掣肘 反而进一步分散了军事指挥大权 他们又贪婪成性 不仅肆意钦克军资 中饱私囊 而且谎报军功 冒功勤赏 这又给了齐义军以可乘之机 退守黄河以北河南三府之地的农民军 为了摆脱困境 决定用诈降的办法 从玉北渡过黄河 突围南下 齐义军仔细分析了当时面对的官军情况 觉得最能打仗的是曹文照及其侄侄子曹汴骄 其次是佐良玉 汤九州 而以王浦率领 杨晋朝 鲁九德监视的精营兵数量最多 装备最为精良 但因有不少皇亲国妻在那里混差领响 因此没有什么战斗力 而监军太监杨晋朝 鲁九德 见到此前在张应昌军中监军的太监严思印 已在山西招降王刚所部五百人 又招降别部三百人 也急于招降一些骑义军 以便向皇上报功请赏 于是 这些农民军绝技向精营总兵王浦诈降 在武安一带的张妙手 张文耀 闯他天 满天飞 行红狼 闯将等 便以重金贿赂王浦的陕西籍加丁 让他们在王浦面前求情 杨晋朝 鲁九德觉得这是立功的大好机会 立即答应 11月17日 张妙手 闯他天 满天飞 行红狼 闯将等 在武安拜会王浦 自称是机民头目 因陕西荒汉 致犯大罪 现金归降 望丫环故土赴业 19日 贺双全等12人又在张妙手陪同下拜会王浦 杨晋朝 鲁九德接受招安 杨晋朝 鲁九德立即向皇上报功 说有61名贼手已受招服 并准备把他们遣送回陕西老家 但是 这些乍降的奇异首领却在驻地以重金向官军 士兵和当地百姓购买囚靴等物品 并偷偷向黄河岸边移动 暗中进行渡过黄河突围的准备 11月24日 这些乍降的农民军到达山西园区与河南几原之间的官阳长泉一带 这里是黄河最狭窄的一段 向来水流湍急 从不结冰 但今年一反常态 竟然结冰如实 这一天 天寒风急 十几万大军分三路 持马踏兵 一举攻占黄河南岸勉池县的马蹄窝也诸笔 河南防河中军官袁大全仓促迎战 被农民军击毙 史称勉池渡 红城仇曹文赵的主角政策宣告失败 明末农民战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